中国三大国宝密钥之一的骗仔黄究竟长什么样 你见过吗 我身后就是中国三大国宝密钥之一的骗仔黄总部 没有同仁堂 难有骗仔黄 很多人都听过骗仔黄 但是没见过骗仔黄到底长什么样 阿波麦骗仔黄三年了 我从来没有进去过骗仔黄的总部 一般人想进去那可真的太难了 今天我要跟你们一起走进国宝密钥骗仔黄总部 去体验一下 走 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 这就是骗仔黄的总部大厦了 现在就带你们到里头去看一看 骗仔黄究竟长什么样 走 这里就是骗仔黄的博物馆了 想要了解骗仔黄的历史还要从这里开始 在明朝1555年的时候 骗仔黄就已经是宫廷密钥了 据说在明朝嘉靖年间的时候 宫廷内乱有一个寓意 为了躲避朝廷的暴政就携带了宫廷密钥 逃到了福建漳州 并且在漳州的蒲山岩寺消化为生 但是没过多久呢 漳州当地就爆发了一场非常严重的瘟疫 这个出家的寓意就把从宫廷里面带出来的骗仔黄秘方 研制成药丸给当地的百姓服用 这一粒呢就是骗仔黄了 来到福建桌客请你抽滑子喝茅台不算贵宾 在矿泉水瓶里面放一粒骗仔黄那才是高规格 所以在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 我们送给日本的田宗首相的礼物之一 就是这个东西 但是到了1980年的时候 骗仔黄又干了一件大事 为了解决东方人的皮肤问题 开始研究护肤品 这个呢就是当年骗仔黄 风靡全球30多个国家跟地区的护肤品珍珠膏 但是在福建当地呢 我们很多人把它当成嫁妆 可见当时这个珍珠膏有多珍贵 那么这么珍贵的服务品 究竟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这里就是骗仔黄化妆品的生产总部了 占地有52亩 骗仔黄的珍珠膏卖了40多年 畅销全世界 卖得这么好究竟是怎么生产的 现在带你们去看一看 就在前面的那个车间里面 哇 欢欢老师啊 你们这里面比我想象的大多了 对 这只是其中的一层而已 只是其中一层 难怪这里写了东方新国庄 骗仔黄经典国庄品牌 骗仔黄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现在去看一看 我们用的那个珍珠膏究竟是如何生产的 阿波老师您现在看到了呢 是我们的珍珠膏的灌装车间全自动化的 现在就在灌装 那像这样子的话 如果它要是生产一天大概能够生产多少平 一分钟它的这个机器可以生产24平 一分钟24平 阿波当年的记录一分钟卖出去 好几千平 因为这个东西太火爆了 所以我们很多的一个研发 都是自主研发生产的 都是自主研发 那如果来那边上班估计要求肯定很高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那个金色的盖子 就是骗仔黄的珍珠膏 它跟珍珠霜是不一样的 这个珍珠膏更加的好用 要不能带我们到这里头去看一看吗 这个外包车间是可以进去参观的 可以进去看 走 所有灌装好的珍珠膏 都会在这里打上一层编码 然后在这里进行入盒包装 包装好之后 它会在它的盒子上 还再打上一层码 阿波老师 你看像它的内盒有一个码 外盒也有一个码 这两个码必须要一致的 才证明说我们这款产品的话 是原厂包装原厂出厂的 这个码就像片仔黄的身份证一样 对 是的 保证它的质量 如果你脸上有斑斑点点 皮肤黄 皮肤干燥 肤色不均 建议您可以试一试片仔黄的珍珠膏 它现在获得了国家颁发的特殊用途 化妆品的证书 持有特征 帮助了无数人解决了皮肤问题 关键男女都可以用 里面添加了珍珠粉跟多种的珍贵成分 高体细腻好推开 截面之后轻轻护抹在面部即可 外面一瓶可不便宜 我们在工厂源头保证正品 一瓶只要79块9 两瓶149块9 建议大家拍两瓶装更加的划算 很多人说珍珠霜已经很好用了 那这款珍珠膏就更不用说了 赶紧点击下方的链接 把片斩黄的珍珠膏送给你的爱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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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